今天我們在台北市一間 非常非常有名 也是很老牌的餐廳 白豬腳 但它的鹹味恰到好處 我剛剛吃的是全北的一塊皮喔 可是你卻會覺得它是好吃的 而且它毛都燒完了 它是無毛 命名叫做銀翼 這是獎中正命名的 現在無主義還是我們的客人 無主義就坐這個位置 真的嗎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我是蘇菲 我是阿斯卡 今天我們在台北市一間 非常非常有名 也是很老牌的餐廳 那因為它曾經歇業過一段時間 所以它重新開幕以後 比較少人知道 秉持著超派精神 只要你是美食 我們就來重新喚起 台北人記憶中的味道 那你先講講看它的豐功偉業 它以前是專門是給空軍的將官做菜 空軍俱樂部 1949年隨著國民黨來台灣 然後它以前專門是幫蔣中正跟一些空軍的將官做食物火防的概念 然後在1953年的時候變成民營 它是我吃過台北所有的淮陽菜 我覺得它的味面是我心目中第一名 我就一直想要吃一直想要吃 結果就在早餐天的時候發現 欸它開了 我就打電話來定位 結果發現它有開 所以我最近一直來吃 這件事情我跟我朋友講 也跟蘇菲他們講 結果發現他們家人也以前來吃過這家店 但是也不知道它開了 老婆岳母說35年前吃過 這因為沒有要找他來嗎 35年前的時候蘇菲才幾歲而已 沒有啦他才20幾歲 他說他也沒出生 Oscar他對食物 就不管是美食或者是酒 他其實有很多的研究 所以他今天特別幫我們配了一個 你看 是不是看不起我們操派 來一個 你看這個核災破洞欸 對 這個拿應該要從底部拿 對 不然盒子會破掉 今天我們就來吃吃看 Oscar推薦的一億餐廳 配上Oscar推薦的老花雕酒 超敗 我今天本來想要帶西式白酒 但是後來覺得我們吃的是中餐花洋菜 所以喝我們的中式老酒比較適合 中國古人說的女兒紅 其實也是他 有啦這個可以放到女兒 放到這樣子的話 大概已經女兒二十幾歲可以嫁了 對 它這個上面是有公賣局的章 所以它至少二十幾年前 快三十年前的酒 台灣人其實已經慢慢不是那麼喜歡 對 好像就是江浙的人會喝黃酒 再來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很愛喝造型 有聽說 對 這瓶子感覺會在故宮裡面看到 欸你們家是外省人 會不會是你是從爺爺床底下幹出來的 爺爺說死杜帶子他媽的 以前是挖土方 因為土是很溫的 周房街邊一起吃飯 所以會從田裡面挖這個出來 請大家吃飯 以前的習俗 大概清末的時候都是這樣子 好我們趕快來開酒 不然蘇菲餓了 好我們趕快吃飯 欸這是什麼菜 羊 姜這個菜 不是吧 蛋了 蛤 他斷腮了 蛤 但是老酒都是這樣子啊 習慣就好了 我嚴重懷疑他是幹他爺爺的 花雕酒來喝 哇塞 郭哥我們吃完了那瓶酒了 我們不要摸大家的牌犬 我們負責吃 然後他負責 他整集就在那邊開那瓶酒 我來試試看 跟Oscar戰不絕口的 沖開胃麵 他其實就是胃麵 然後他裡面就會加一些 那個鹹肉啊 蝦米 然後蔥去做 不過重點是他的湯頭 因為他的華洋菜有很多 像是這種老母雞啊 跟煙火腿 所以他會著選那個湯頭 去做其他的配側 以前這個酒是深琥珀色 現在放到快有點變黑色 像威士忌一樣深 這裡面全部都是渣欸 怎麼喝 用嘴巴過濾 我今天沒有帶紅酒過濾塞 它就是香味非常的濃重 像烏梅汁 放很久的烏梅汁 它的味道很醇厚 但它沒有烏梅的酸味 鼻腔裡面其實是有那個香味 酸的香味 但它放了那麼久之後 它喝到你嘴巴 其實你會覺得比較圓爽 那就是老酒 通常都會這樣子 它配中菜 外神菜都很適合 我來講評一下這個 蔥開胃麵 我知道你覺得它好在哪裡 它就是麵最純粹的味道 醬汁料香 然後把它包裹 然後麵體煮得剛剛好 不過不得不說 就吃了會刷廚 而且越吃越好吃 越夾越刷廚 淮陽菜厲害的就是蝦仁 現在外面很多都是用冷凍蝦仁 但是他們家的蝦仁 你看都沒有很大 代表他們都沒有泡什麼空沙 他們是每天早上 然後進過市場買來之後 在外面剝蝦 韓國菜有些鍋巴是在下面 那它這種是炸鍋 直接用米炸鍋一塊一塊 然後再切的 它的醬汁酸甜感非常重 很開胃 鍋巴 你乾吃的時候會脆脆的 可是泡在那個醬汁以後 它會稍微軟化 一口接一口 反正它就是香滑 就像我一樣香滑 你是肥美 我跟你講這個來一鍋我也吃一鍋 好啦 來介紹一個下一個 你看著肥 吃下去不肥 這個很像白豬腳 對 白豬腳 但它的鹹味恰到好處 不會覺得膩 可是很重要 我剛剛吃的是全肥的一塊皮 可是你卻會覺得它是好吃的 我老公夾給我的全部都是皮 都是 來 我跟你卸吧 沒有沒有 那是精華 我是愛你 所以才煩飯 皮是精華 幹 這是皮是精華 來 我跟你一半就 我是要跟他們講說 這其實是那個 夫妻間吃飯的情調就是像這樣 而且它毛都燒完了 毛 沒有剃毛 不是啦 我有拍一個一日豬飯的 幹 我從來沒有想到 拿黑卡會在這邊刮豬毛 這是肉丼 這是肉丼 這個是肉丼 它是鎮漿的名產之一 台灣其實很多外省人都會做 但是大家的做法可能不一樣 有人很肥 有人不肥 有人丼多 有人肉多 但是我覺得就是吃它的比例 單吃的時候 肉丼很香 然後第二塊我再加一點醋醬 對 香醋 它會清爽很多 然後把丼的味道蓋掉這樣 它就只有肉 可是吃起來就跟鼎泰豐蟹黃小籠包 味道我覺得快要一摸一摸 而且它很扎實 因為它就是肉 對 不是那種碎碎的 有些去別的地方吃 它那個肉凍 可能是用絞肉 但它是肉塊 鞭肚前也算是蠻多店家都會有的菜 唐炳欠也算是蠻多店家都會有的菜 對 上海菜的餐廳 基本上都會有這個東西 唐炳燕的精華 就在於它的鲜 煙肉 對 煙肉 火腿 然後雞 對 去提味 然後再加上 它很經典的這些 清虹菜 還有還有豆腐 豆皮 我覺得這是這個的精華 他們的菜煮到比較久 都會變成黃黃白白濁濁的 這個樣子 有點像人家說的牛奶 這就代表它 加了很多精華在裡面煮 會變成這種顏色 我喜歡這個醃肚餡的味道 我覺得它不會 太過濃重 因為這種湯就是 你講了 用很多的材料下去熬 所以它有些喝起來的時候 會讓你覺得 太厚重了 它取得一個濃淡之間的平衡度 我覺得它做得非常好 對 我們傳統的剁椒魚頭 它的辣椒非常非常非常多 它下面會有很多的 乾辣椒秤底 然後上面用新鮮的辣椒 說真的 如果以台灣人 吃辣程度算是中等 甚至中等偏下的 接受度的話 剁椒魚頭對台灣人來講 應該算太辣 你看它是用豆瓣 豆豉 跟少量的辣椒 這個在川菜裡面我想 應該是比較少見的 它的辣其實倒沒有到非常 因為每個人吃辣的程度 是高低不一 但是它 不只是辣 它其實還有強調一些麻的部分 跟香 就不是純辣 那我們現在請 營業餐廳的老闆娘 來跟大家 打個招呼 謝謝大家 來到我們這個小店 這個小店是民國38年 進入台灣的時候 就是空軍的軍隊 本來 是老夫人他們 天生都在金門跟馬祖保衛台灣 後來嘛 就因為 夫人們跟小孩們 想念家鄉沒有家鄉味 總統就派了我的大哥 開了一個金鐘伙食 本來是給招待夫人跟小孩吃的而已 那後來慢慢慢慢的就 有很多的 民間的人就來吃 那我們就一路走 38年到現在 70幾年了 去補這個老味道 所以你們 年輕人會覺得說 這個草草旁旁到底是什麼 其實草草旁旁旁才是真的大陸帶來的 好味道 營業餐廳已經好好介紹 因為 灰藝嘛 那個灰藝是銀色的 所以就命名叫做營業 就是獎中正命名的 本來是營業叫做什麼空經濟 空經濟的部 對對對 那後來就變成營餐廳 越開就變成業大 對 這兩年很糟糕 疫情關係 我們先過來的 虧了大概一千多萬 他以前有賺錢 你好朋友耶 認識一下 他 健身房好像也虧了一來千萬 那本來我也想說 這麼老的我們說起來 可是我們的員工有十幾位 那都跟我們有五十年 那老師也說 其實 層學比會更大一點 想說 我們屁就屁 屁,屁屁 撕著撐 那資深過來了 希望你們也做到資深 肯定要支持 現在吳豚椅還是我們的客人 馬總統 還是我們的客人 對 他每次來兩週 外面小畢居一週 阿你每一週 吳豚椅就坐這個為止 真不算 真的嗎 哈哈哈哈 祝你步步高深 或許你 離開台灣很久了 或者你很久沒有來這樣餐廳 吃飯的時候 到這裡來你會找到某種屬於你記憶中的 一種味道跟歸屬感 對 你就想起在某年很小 做小孩的時候你吃過這樣的菜 其實對我們來講的記憶連結是真的 沒錯 有可能看過的東西就會忘記 但是如果你吃過喝過那個東西 它其實在你的記憶中很角落 當你吃的時候你就會有感覺 好像有點熟悉的味道 對 我進來聞到味道就知道 總而言之這麼有歷史傳承 然後味道也相當好 我想Oscar也吃過那麼多餐廳 而且你很難現在看到民國38年開 然後到現在媳婦都還是老的 他的茶碗比香腐高很多 你想品味老味道就來這邊啦 我告訴你菜也是老味道 裝潢也是老味道 人也是老味道 好 我想推薦給大家Oscar的真心推薦 他覺得這裡很棒 我們吃過以後我們也覺得這裡菜不錯 起碼提供你不同菜式選擇 選擇 那喜歡我的節目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超白 欸為什麼不叫精益咧 因為 因為 叫精益 回去射給你了 你很煩喔 精益同帖啊 來來來 來來來 我可以吃喔 可以吃喔 謝謝 感谢观看